聽女兒分享初夜經驗 還是聽夫妻坦白我外遇了 3 2 1 坦白我外遇了 中天新聞網接獲爆料 第五度獲得兒童少年節目主持人獎的小兵薛季剛 本月21日晚間和一名棕色短髮女子 以及一群友人在大安區酒吧慶生 當晚不見愛妻網香和生影 募集者表示薛季剛和棕色短髮女子席間互動親密 也許是酒憨而熱又或許是氣氛太好 凌晨2點多友人逐漸離去 小兵和中髮女一同起身離開店家 並且手牽手過馬路坐上計程車消失台北街頭 然後閘門又收到了一張小兵搂著不是太太的 中髮妹子被親吻臉頰的照片 已婚的小兵甚至看著鏡頭微笑 記者看了王湘涵近期的FB 表示他去剪頭髮詢問心情與境況如何 所以婚姻狀況目前還OK嗎 OK啊就差不多跟之前差不多就都很好 他是那個我知道我知道他前一天去那個是我們一個經紀人朋友 然後也是我們認識很久的朋友短頭髮對不對 我知道我知道他那天去我知道啊 他們後來中間中間晚上他們還有拍合照給我看 因為那天是因為22號是他的生日 本來就有一些安排的課程 所以那個朋友就前一天晚上然後找他出去幫他寢生這樣子 就比較晚的晚餐 然後我就先睡 嗯?嗯?他?你的意思是天亮嗎? 他們喝完酒之後是去XX的 那你有照片嗎?可以讓我確認一下嗎? 因為我們的記者是有跟啦 跟到XXX 然後他們就是計程車一起進去了 夜裡起來上廁所的時候 他是在家的呀 但確切幾點我不記得了 就是有點混淆 因為就我所知那個朋友是 就是我們共同的朋友 那除非我們講的是不同人啦 但是你這樣跟我講我也沒在現場我也沒看到 王湘漢的語氣略帶驚訝 記者致電給薛姬剛本人得到了謝謝關心的回應 隔了一晚薛姬剛發出264次道歉聲明 表示對於自己犯下的錯誤以及不當行為 深感痛苦 坦白我外遇了 因為我在那個以前呢 就是其實還蠻多人追求的就是 而且我的歷任男朋友都是很有才華的人 有彈琴的 有 有彈琴 有 拍照的 有 拍照的 有沒有回頭間 都是藝術家這樣子 導演 導演 演員 演員 五個喔 而且都是線商 而且現在很當紅的 沒有他就先講說他都很單純很純情 然後很年紀很大才交第一個女朋友 然後他說他多麼的就是單純的這個 這個心情 那槍凱妳到底是看上小兵哪一點 講啊妳趕快講妳四秒那麼久 我沒面子耶 我覺得他是一個 我可以跟大家很多話無話不談的人 然後我覺得這很重要 往事只能回味